蝦米晚上去吃蟹肉堡吗 两人分的138 走去 我上次吃的蟹肉堡 双断番薯也就两只蟹 其他全是鸡脚 138才两只蟹 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我刚买了一个海鲜锅套餐 也只要138 里面有三只螃蟹 四只青岛大虾 一只蟹贝 半斤海洛 半斤蛤蜊 还有六只鲍鱼 我爷爷说了我师父 我心痛 今天我要吃最豪华的海鲜锅 这个是蟹贝 这是青岛大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甲花隔 然后就是大螃蟹 生蚝也是我的最爱 还有六只鲍鱼 这个鲍鱼比我在超市买的 个头还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就是海螺 现在我就把它们处理一下 书分实测 冬日必备 韩式海鲜火锅 这100多这么大一盘鲫 现在是蛮划算的 寄过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但是我怕它们死掉 所以我把它们冻在几栋里面 然后它们被冻死了 好 现在把它放进去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调酱汁 现在下点素菜 韩式辣它的豆腐也很重要 然后就是等它煮熟了 现在可以出锅了 它这个味道是那种经典的韩式部队火锅 加上海鲜的鲜甜味 现在吃一个鲍鱼 嗯 这个鲍鱼好嫩啊 韩式辣汤把它的那个腥味去除了 还给它提鲜了 嗯 这个花甲比花甲分里的花甲还要更香 因为是韩式辣汤 然后我们现在吃螺肉 嗯 嗯 嗯 好甜 脆脆的 嫩嫩的 这浓烈的海鲜的鲜甜 开开了 豆腐非常的软嫩 把鲜味吸进去了 但是它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吸味道 该怎么说这个豆腐呢 它清淡 但是它不乏味 等一下你吃个豆腐呢 哇 我最爱的生蚝 嗯 软软糯糯又鲜又甜 好东西一定要分享 我去叫我的朋友来 快看 哇 吃海鲜啊 好鲜 我跟你说这个塞贝超好吃 我要吃我的豆腐 嗯 来个旁海 它这个肉紧实 但是特别好吸出来 韩式海鲜火锅 舒芬评价 吃吃饭 好了